Puy Fumé Puy Fumé Puy Fumé 今集帶大家去法國巴黎西南邊一個很小的產區 叫做Puy Fumé 是屬於盧瓦河谷的Lua Valley Puy Fumé和Song-Sé是打隔離的 都是用Sauvignon Blanc來做它的酒 講到兩者土質的分別都不是很大 主要礦物都是很豐富的 是Limestone的土質 Puy Fumé多了一種土質就是Flint 即是我們的火石 是火拆了之後 一股糯糯的煙燻的味道 所謂Fumé就是法文 有少許Flint 就是煙燻的味道 整體來說 Puy Fumé比Song-Sé是厚少少 和複雜少少 有煙燻的味道 這個酒莊的名字叫做Pascal Jolivin 正如那個Founder就是Pascal Jolivin 其實Lua Valley很多酒莊的主持人 都是觸不出門的 這個人是去運全世界的 包括香港 他來到香港無數次 他的酒在很多高級的餐廳 都有在他的名單 他簡直是一個羅雅河之星 好像有少少煙燻的味道 但其次來說 因為他有六個月 即是在酒渣沉澱的時候 酒還是浸著他 所以味道比較方向和複雜 在果味、酸度和酒精 配合起來 還是很平衡的 喝起來是很豐富 中間的肌肉 酒的完結很幼細 是有少少的酸度和甜在這裡 我這裡從葉派起了一些肉 加一些芹菜 就沙文治 一流 其實我選蟹肉來配這個酒 是一流的 因為喝了一口酒之後 將這個蟹肉的鮮味 發揮得軟而盡持 在國中的每個 spun店 請來幫忙 小蟹師 請請分享 給大家聽聽 別忘記了 為止 感謝 這是 他說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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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 doch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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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